香花 話題人物 隊號入座 坐哪裡 球場第一拍 這禮拜只有兩場比賽 但是我們還是要回顧 而且我們還會加碼回顧一下 國王隊在東操的表現 因為又被復堅勇樹上課了 怎麼又說又呢 因為你們也上過 首先歡迎我今天的搭檔 磊哥楊振磊 大家好 再來是也曾經被復堅勇樹上課過的 台北富邦勇士助理教練吳永仁 哈囉大家好 這個禮拜先講PLUS E的比賽 因為只有兩場比賽 只有夢想家的主場 那夢想家的主場兩場都獲勝 所以他們現在的戰績等於是獨走 16勝700 那禮拜六的比賽101比85 擊敗工程師 禮拜天的比賽93比88 擊敗領航園 那其實講到這禮拜的比賽 夢想家的比賽內容有一個蠻印象深刻 是其實他們的防守做得很好 尤其是在禮拜六的比賽 哇把艾夫伯加高國豪 本來說是現在工程師最強的這個雙槍組合 雙槍組合啊 25頭兩中 只中了只發出了兩顆子彈 好狠啊 而且這兩發子彈都是在第四季 基本上大肆底定之後 那兩個進球才出現的 怎麼會這樣呢 怎麼守的 我其實我今天我是帶著一個很輕鬆的一個 其實我是今天這一周我算是夢想家之友 為什麼因為我們沒比賽 對啊對啊 那他對的又是工程師跟領航園 我們一直在追追追追追追的對手 跟你們戰機有直接關係 所以我就跟我今天身份跟Henry一樣 夢想家之友啊 真的打得真好 還真的因為這樣子啊 就是擊敗了工程師 擊敗了領航園 所以富邦伸上去了 沒有打比賽也到前四名了 躺著伸到第四 但這場比賽說真的 因為艾夫伯的手感就是確實很不好 八頭零中 高國豪三分球六頭一中 其實這兩個雙槍都被鎖死之後 其實夢想家這場比賽打的就沒有什麼懸念 講到艾夫伯那場比賽我覺得他是有點急啦 見笑轉身技 因為前面是真的打的就是不是很好 然後到第三節又是那個大亂流的時候 我覺得阿伯自己都有點急了 有一些單打的動作 感覺起來好像眼中就只有籃框了 沒有去找一些團隊的配合 然後比較自幹一點 講直接一點 所以命中率又低 然後又投不進 又開始做一些難度很高的動作 所以就越打越不好 我的感覺是這樣 我覺得阿伯其實會有這個狀況 他只要打不好 他會有那個情緒會起來 像之前的鐵拳事件 他也是打的沒有 他也是一直被人家被領航員上身體 然後整個也沒有打的 壓起來 所以他就整個情緒就起來了 那對夢想家這場也是 你看到整場 Walko都已經行影不離 行影不離的一直跟著他 然後只要有什麼PKROM 他們都是所有的中鋒都是秀出去 不然我就換掉 我絕對不給你有什麼很好的出手空檔 那當然這樣子 他就是造成他八頭零重 剛剛講的 十五頭一重 加上一抱怨 一砸球 加一回家 哪一個不加一回家 兩個T嘛 拜拜 看簡號那個拜拜 那個夢想家底下全部一排 全部一排 拜拜 我真的是 那算是比賽在下半場少數的亮點 對 你要看簡號直接跟裁判講說 這個是T這個是T 拜拜 這個真的是 經驗耶 這算不算經驗的一種 我覺得是 蠻有節目效果 蠻有一個節目效果 不錯啊 夢想家的場邊都一直很有節目效果 沒錯沒錯 得威不禮拜天還帥倒 對不對 那個看 主要是看那個 對 你看看冠良那個360 那個 翔龍有悔 翔龍有悔 那個很帥 很帥 那時候超帥 場邊更帥 場邊更帥 衝出去然後得威跌倒 算是 節目效果做的很俗 我覺得其實也說明啦 包括像簡號那邊拜拜啊 或者說得威這樣子 我覺得其實 他們現在的氣氛是非常好的 打得很自在 對因為這個戰績整個衝上去啊 然後 又主場二連戰 還二連勝 bet to bet 還能夠 然後用的人數也不多 在禮拜天 這兩場真的是不簡單 而且我覺得主要是 這場比賽他們的主控 阿吉也打得很好 因為阿吉從國雅隊回來那場比賽 確實在 攻防上面 節奏還沒有那麼快 融入球隊 那這場比賽其實就完全的 把他的本色 小後衛的本色發揮出來了 阿吉禮拜六的比賽24分 對然後我覺得他 因為他是禮拜六的比賽嘛 那可能有受到 禮拜五國王隊 富堅勇樹的一個贏 受啟發了 受啟發了 對受啟發 這個小後衛打成這樣 化身富堅勇集 富堅勇集 真的是 這兩場算是很扛 我覺得阿吉現在已經真的已經身處於 比較角逐年度MVP的一個角色的一個位置 在那邊而且是他跟 因為國豪這一 進兩場可能表現沒有那麼突出 那他跟俊翔這兩隻現在 除了蘇豪我們先不談的話 不確定他的出賽時間 這兩個真的是目前大家看了 恩是角逐MVP的最最有力的 最有力的蛋 而且戰績也擺在那邊 沒錯沒錯 所以他們兩個真的現在 開始越來越多球迷在討論 MVP的人選 尤其是孟雅家現在戰績真的是獨走 16勝7敗 第二名才13勝國王 差三場的勝場 已經慢慢有點拉開來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阿吉其實在過年之後 我覺得他其實一直在比賽中進步 因為過去大家都講說阿吉他打擋拆很好 跟大B打擋拆的進攻效率很好 可是你現在看阿吉的得分內容來看 他其實有很多其實不是完全來自於擋拆的 他今天像週末的比賽 我看到很多是他在三分外線 其實直接跟對手去做一對一 然後如果他沒有就是鋪上來的話 他就選擇直接乾拔三分 他如果你要上來守他的話 他可以突破去做一些拋頭這些等等 他就不再完全的需要仰賴大B 或者是他們的洋將跟他做擋拆 當然那個還是他一個很主要的進攻方法之一 所以我覺得阿吉的成長跟進化 就可以讓孟王家有更多的套路 還有更多洋將組合 還有場上陣容組合的這種變化 就已經第一名的套路還要變這麼多 這樣子怎麼弄啊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看起來好像孟王家 就要一路衝上去 不要先舒服他們一下 先幫你們舒服他們一下 我跟你講這種東西就是要一步一百 但是有看到什麼就說什麼 因為我去年賽季的時候 季前就喊了一個30勝嘛 哇賽你真的 預測是不是 你現在有機會喔 我今年喊28了 慢慢的有機會 28也感覺有機會 7成勝率阿 他們現在23場就已經16場了 他們現在6成9的勝率阿 哇賽很高耶 那我國王喊30勝阿 我想說這個是那個吧 你們那個喊的還沒有 還沒有顧慮到其他的隊的那個 不是真的也沒想到舒奧會缺這麼久啦 對我們那時候預測是沒有想到 舒奧會缺 沒有我們那時候也沒想到 木倫斯的狀況 對對對 而且我們那時候 如果你再把我們喊的勝場全部加起來 其實是超過超過 爆表又爆了 爆表又爆表 就是想說聽起來 帳面上會比較好看 你就加一加爆表 但是孟王家確實在現在調整很好 而且我覺得加上他們洋將馬布爾 在過完年之後 哇龍年限定的那個馬布爾 他的得分火力 現在等於是可以灌上去之後 孟王家的洋將組合是真的有 開始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孟王家現在這個洋將組合 第一個馬布爾當然是我們富邦 把他抬上來的啦 芙蓉王阿 芙蓉王 芙蓉王我們就不說說了 然後又看到麥卡洛 第二場打領行員 也是這樣子穩穩的19分過在那邊 然後柏爾這兩場的三分千兵中率也很高 一個20分一個十幾分 還有關鍵補籃 然後大幣不用說嘛 他們的防守支柱 那我覺得現在孟王家的這個組合 這個洋將組合 我們先不講本土 光洋將組合的配置 就已經很穩定了 那講到講到本土的話 我們想要看到阿吉 我們就要講他什麼 開玩笑說 復堅永吉 你可以看到 復堅 對國王的那一場的一些海蘭 他那個中距離的穩定度 跟阿吉 阿吉現在跟他也很像 那個擋拆完那個中距離 那個拔起來 你會覺得說一拔起來就是近 那個東西其實是 現在國內所有就是 你想要使用擋拆的球員 要去多學習的 那個是最難的 你的中距離跟拋頭 可不可以在那個地方做得很好 或是你的命中率 可不可以提高在那個地方 那就是變成一個定基的球員 對我看那場比賽 阿吉有一個讓我很印象深刻的是 他牽進去了拋頭 然後比一個too small的手勢 比完之後一陣子沒得分 嚇到大家了 不要亂比 因為他第一局就比了 比完之後我長達大概 一段時間沒有得分 就成績了 阿吉蠻難得的 他平常是比較 我想講就是他比較內斂一點 對就是他 你有沒有印象中他在第二季 還第一季的時候 有單場三九分那樣子 那個表現 都好像沒有這麼狂的樣子 但是那個第一季就出現的動作 讓我很驚訝 可是我覺得一定是領航員在 身體上面的對抗 或是有一些垃圾 對或一些垃圾的話 去激到他 所以他做出那個動作 而且特別很明顯喔 拋不進去之後 就轉過來比這個動作 而且他比的很低欸 對他比超低的 因為他本身就比較矮 所以離地比較低 人家重心低 人家重心低 好不好 他比到快腳踝那邊去欸 不是那個 插著那個地板 這樣一直 壓著磨過去 因為那場比賽是領航員 那個球讓我真的印象深刻 我真的印象深刻 我真的印象深刻 因為那場比賽 孟朗嘉跟領航員真的 從頭到尾是很拉鋸 對那場這場真的很好看 因為你看到孟朗嘉 把比分有拉開到 11分12分 對13分我記得 一下就拖到剩2分 對那你就覺得 哇 那個孟朗嘉這樣比賽 好像又要再打他們的節奏 然後喊完佔領回來 又一個領航員打一個8比0 比賽又回到2分差 然後一直有來有回 尤其是第二節的中後半段 快要尾聲的時候 領航員連續噴了好幾顆三分球進去 第二節 第二節的時候 單節6顆 我想說哇 這個可以 而且還不是 還不是單一兩個人 是大概三個人 連Washman好像都都在投 對啊 Washman今天三分線是 好像投三中三 他上半場命中率九投九中 哇賽 命中率極高 但另外一個洋將就不說了 他應該 他應該就是像你說的 在那個 迷你帶 有一些心結 有一個心魔 有一個心魔 因為博朗在過年前 大家應該 記憶猶新有一場比賽 他就是打得蠻不好的 只得2分還幾分 三分球八投零中 就是在迷你彈 然後過完年之後 哇 拉出一波高檔 然後大家都說 哇博朗你是射手 你是射手 高砲塔 單場30加 哇 回到迷你彈 八投零中 八投零中 七投零中 七投零中 好狠 這個迷你彈對他來講 確實是蠻難的 不過老實說 迷你彈的籃框的確不好投 但是領航員的籃框也更難投啊 我覺得最難投的應該是領航員吧 桃園巨蛋 可是因為他自己主場啦 可能他準一點很合理 很合理 但是去的確那個 夢想家的迷你彈的籃框很硬 很硬 可是我覺得迷你彈籃框很硬 但禮拜天的比賽 上半場兩隊紅一個超高的 打一個100 就是加起來得到100多分 兩邊都得50幾分 但是整場比賽打完 下半場又校正回歸 那我後來有去問過一下 就是夢想家的教練團們 就是因為你上半場被對手轟的那麼順 但是下半場你把整個 十分有效的控制在自己的 一個能夠贏球的範圍裡面啊 就是說你們到底做了哪些調整 那其實他們有講啊 他就說其實進去開會的時候 他就是跟大家強調說 你們要做你們能控制的事情 比如說洋將他們的能力跟等級分數 就是掛在那邊 你也不要想說什麼 今天握許本手感很好 我要把它就是凍結住啊 不讓他接球那些 他說洋將就是擺在那邊就是不可能的 你與其花這麼多能力或是時間 或是一些計畫去限制他們 不如限制其他的你可以限制的人 所以他們那時候的策略就是說 我們下半場不要讓俊翔拿到球 所以整個下半場經過這樣調整的時候 俊翔下半場值得兩分 看起來是蠻有效的 在上下半場得分分布上面 去做一個比較好的控制 所以意思就是說 在夢想家的比賽策略裡面 他們不會因為我突然領先了 或突然被追上了 而去打領航員的節奏 我覺得現在夢想家就是他能夠在攻守 不管是什麼情況下 都能夠堅持自己的節奏 我覺得夢想家現在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Walko 這兩場看起來 第一個他防守上面 他可以把阿伯可以把他限制住 然後他可以限制阿伯 就代表他可以守住 現在聯盟所有的小羊群跟鬆憲 然後他這兩場的分數 跟三分線的命中率都很高 第一場16分 第二場12分 他的得分的火力的貢獻 三分的貢獻 再加上他的防守 我覺得是夢想家現在第一 戰績第一 除了阿伯他們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X因子 所以留鬍子會比較強 他這邊留了鬍子出來 自己改造型師 對 你狀況真的是蠻不錯的 那夢想家我自己是覺得啦 就是看了這個禮拜 應該說是上週的6日這兩場比賽 我認為夢想家他已經把他們的戰力 調整到一個最完美的狀況 最關鍵的人物 我覺得是皮爾曼教練 他是從季初 我覺得他包括像是禮拜天的比賽 夢想家可以在第三節拉開 就表示說他們有能力打出一波流 但被追上之後追平 他們還可以再把這個勝利鎖下來 這基本上其實就是你在碰到亂流的時候 你有能力去解決 你在交錯的時候 你有能力去拉開 這是一個強隊非常重要的 那再來第三種是 要能夠打落後球 逆轉的比賽 當然只是因為這兩天 他們沒有碰到逆轉的賽事 可是我相信夢想家 以現在這樣洋將的配置這四個人 我覺得Marble換那個 JoJo 就是本來那個那位 就是那個 你一直很難的 Ivanish Valish 對對對 都忘了他 他跑去打那個G-League 對 Marble換這個是很成功的一個調度 因為其實Boy跟 這個Mike Carlos都是打四號位置 再加上大筆 那換了一個小一點的洋將 我覺得這個現在配置是 孟晚家應該是六支球隊裡面 洋將配置最好的 再來就是剛剛 有人其實講到的 我認為啦 除了關鍵 除了阿吉 除了Vocal之外 其實在不是洋將的 不管是華裔或是本土 孟晚家這邊有非常多人可以跳出來 就是包括像是冠良 我們剛剛沒有點明到的 錢肯尼的防守等等 所以現在其實 孟晚家為什麼戰績會衝到那麼前面 他們現在的話 我覺得給100分 其實我講盧冠良這個球員 因為我之前在節目上 有講過蠻多次 因為我真的覺得 今年孟晚家在本土的X因子 其實就是盧冠良 因為冠良 除了他在場上的表現 跟他的攻防的能力之外 有一點其實是冠良的一個好處 就是他其實他在球場上的理解非常的好 所以他其實在攻守上面 是可以從1號打到4號位 我說我的意思不是說他的能力 可以1號打到4號位 是他在計球隊的戰術 他是可以1號位計到4號位的戰術 真的嗎 這是教練他們裡面教練堂跟你講的嗎 1號計到4號是蠻聰明的一個 他是可以1號位計到4號位的戰術 所以當你這個 你隨時要把它放在哪個位置上 他當然能力需要能夠符合這個位置 那加上他其實有這樣子的頭腦 可以去負擔這樣子的工作的時候 其實對於教練團的調度來講 就會變得很靈活 他這樣剛好補足 因為我知道冠良家裡面有一個球員 他是1號到5號他都記不住的 這個是誰我就不說我先不說 好想知道 他就補足了 他記不住還要換你 球隊總要有一些記得住 搭配一些記不住的 這樣化學效益才好 記不住還可以上場 可以可以可以 現在是疏散很多時間了 而且不曉得是誰了 而且我覺得冠良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可能大家都沒有發現 就是之前有幾場比賽 盧冠良可能上半場手感超好的 然後結果到第三節第四節開始 他就沒什麼拿到球了 其實他自己也不會生氣 因為有的球員真的是我上半場手感很好 或是我今天打很好 我就覺得你為什麼不把球給我 我可以投 你在說誰 有一些人 各個球隊都有啦 喜歡罵人喔 這個名字自動浮現 各個球隊都有 都有都有都有 那冠良屬於那種幾個回合都不碰到球 沒關係但是他在場上的正負值就是擺在那邊 心態很好 心態很好 所以我覺得這種球員就是好球好隊友 好隊友是好球員也是好隊友 可是我覺得這兩場比賽其實也在推回來 就是這禮拜在孟隆家的比賽 好像就是小後衛 對於就是現在籃球的潮流就變得很重要 你看孟隆家的阿極在這禮拜的表現就非常好嘛 那你就更不用說像復健永述跟蘇偉在東朝第一場比賽 那兩個在對決嘛 那在季軍戰的時候其實那個 朴智勳 朴智勳 這個是除了台灣現在很紅 很紅耶 朴智勳 那在後衛線上也給國王隊帶了很大的麻煩 就是這一個禮拜的比賽其實後衛非常非常的搶劲 那當然你說河春阿 或是日本那些刁鑽小後衛 他們就是用他們很厲害的速度來 來找鳳鑽 對打開他的視野這樣子 還有我覺得對於球場上那個隊友之間站位 空間感應該是很強 就是像小後衛 他或許不像舒豪的視野這麼好 但他知道隊友會在哪裡 那這可以在傳球上面也佔一些先擊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很多技能包要修很難啊 你看有人講這麼專業這些東西 我們國內你眼中啦 你覺得咧 最好的檔態是嗎 如果本土的話 我覺得阿極是很棒的檔態是 小安是一個很棒的小安 對 小高高景偉目前看起來很不錯 你其實把 還有韋翰 你其實把那些 台灣你大概叫出來可以進中華隊的那些 都是很好的 那些必備技能 然後淫俊我們就不講 淫俊又有身高 對啊 這些都是必備技能 對 你看像那個博智 掩護沒有直接爭 敏哥就直接告訴他 拉陣 那不是告訴我 那個中鋒的功課 因為擋人這件事情 不是你站在那個位置就好 對 因為我聽過 因為那個play完之後 其實被很多人討論 就是有很多人就說 就是第一個當然是說 敏哥為什麼要 這麼兇 講脖子這樣 而且好像也不是第一次這樣 那也有一些比較專業的人 他是說因為你脖子做那個動作 他說在球場上 我不知道這樣對不對 有人可以 就是稍微的回饋一下 就是他說 你那個動作 就算你是進攻犯規 你都要去擋到那個人 他說這個是你在球場上 那個那個當下 你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他說如果你只是在那個位置上 你是完全是浪費那一波進攻 他說寧可你進攻犯規 你都要去做這件事 我們都講那個東西你在擋人的時候 中鋒你如果沒有動 我們叫做他沒有靈魂的擋人 就是站在原地這樣 就是我我只做到那個教練要求 那個我們戰術所要做到的那個 我這個擋人好像是看線 線在這裡 然後我就站在這邊 然後防守從我身邊過 都不關我的事 然後我們就把影片拿出來 你在給我這麼沒靈魂的擋人試試看 所以我們都會說 我們在教導擋人的時候 中鋒擋人的時候 我們都說你要獵人頭 你要去預測防守會往哪裡跑 所以你要你要看防守在哪裡 稍微身體移動一下 提早預測 而不是說他要來的時候 我從旁邊這樣弄他一下 進攻犯規 所以你要獵人頭要預測 然後要站哪裡 然後提前站 而不是這樣沒有靈魂的這樣子 讓防守從沒有過去 你說敏哥會不生氣嗎 沒有靈魂的擋人 原來如此 拉陣先 那當然就是我們在接下來分析了 所有的內容之後 很期待接下來的比賽 因為剩下也差不多 17場 對啊就已經過半了 剩下40% 一個禮拜大概兩場的話 我剩一個半月左右 我們大概最後一場比賽大概5月中 就差不多結束 5月15、5月19那邊就結束了 差不多剩兩個月 最後衝刺了 最後衝刺 最後衝刺 兩個月的最後衝刺 大家持續鎖定 球場第一排 持續的見證 看富邦老師到底能不能夠失戀 看他們現在五成勝率要保多久了 對 有沒有基歐賽門票 對 請大家鎖定 好今天的球場第一排 我是楊正萊 我是Henry 我是永仁 下次再見 拜拜